台湾玩风日本夺下世界棒球蛇抢赛的冠军 而这次比赛表现非常亮眼的陈杰线 过去曾经在台电棒球队服务 台电高雄区处为了分享赢球的喜悦 准备了650份免费的炸鸡给大家享用 另外屏东西市场摊商业者 也赞助了300份鸡排跟300份的饮料 信不少民众去排队领取 一头忙着炸鸡排 一头忙着洒胡椒粉 在装带大家马不停蹄 因为市场外头人潮大排长龙 却是为了庆祝中华队拿下冠军 人手一份鸡排一杯饮料 屏东西市场摊商业者 赞助300份鸡排和300杯饮料 请不少民众来领取 跟着爸爸一起喊这样 他赢的那一刹那 那心脏差点停止 镜头转到台电高雄去处 台电棒球选手排排站 免费发放650份炸鸡给民众 共同感受应求的喜悦 中华队第一名 最喜欢陈杰线 然后昨天打很好 今天就可以来吃鸡排了 之所以开心就是台湾队长陈杰线 过去曾在台电棒球队服务 如今迎求台电棒球队予有荣烟 曾经有段时间是在我们高雄 培育的棒球队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预言 金牌的这个荣耀 台电公司真的非常的兴奋 建筑中华队夺冠 限量20足马一送一 海南海港餐厅推出限量 买一送一的活动 两人见场 一人免费 人潮挤爆 店门口 二富华大饭店 内用吃火锅 可买一送一 爽吃喝牛 台面上满满的食物 有鸡排鸡腿 猪排水煎包 还有冰淇淋 各盒装鸡蛋 任君挑选 台南市议员蔡玉辉 准备了千份美食 分送给大家 中华队夺冠 全台欢庆 民众首会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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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